哟 妈 你们生活不错嘛 还有如此 这还叫好啊 你们一定要在外面 大一大肉的吃 可怜你妈 锅都快解不开了 你看你 你得说的哪样话 我给你嫂子到现在 饭都还没吃呢 老公 我也好饿 没事老公 来 你去嫂子上坐牢 等我十分钟 有好东西给你吃 来 老婆 哇 来 快尝尝 我晓得你喜欢吃螺蛳粉 这第一次吃螺蛳粉呢 他是地道的牛猪风味 我买了很多房子家里面背去呢 这个呢煮起来也简单 15分钟就搞定了 妈 听我过去呢 螺蛳粉好好吃 我也想吃 好 哇 这个配料 要丰富 那当然了 这个配料 很齐全 每一袋粉当中呢 有七小袋配料 很不错 自己在家 就能吃到这么地道的螺蛳粉 哇 超好吃的 老公 给我把饭去啊 我上帮你啊 好 老婆 老婆 我想跟你说个事 妈的生活费是吧 我知道妈平时不带劲啊 可是妈把你养这么大 也挺不容易的 我也明白 但是呢 咱们做二里的 也不能一小啊 老婆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生活费呢 我们要得给 但是呢 这个生活费我们得减半 我们啊 再不能帮着妈 咬小妹了 好 那我先拿给给妈 啊 虽然我们分开吃了 但是这个生活费 我还是在给你 来 拿去 哥 你就拿这么一小点钱 给我和妈的生活费啊 没 你再搞错了吧 再送我给妈一个人呢 哥 这肯定是你老婆的主意嘛 小蓝 你怎么给妈弄下的生活费啊 小蜜 我给妈给的少 那你一个月给妈多少啊 我这不是买的钱了吗 没有钱 你自己不会上班去赚呢 我们的钱也是辛苦赚来的 你回来两个家都半年多了 我们就养了你半年 去 你都三十好几的人了 怎么就不能自力更生了 终于说出来了吧 我看你就是想赶我准备 那你怎么还不走呢 行啦 别走 走 妈 妈 妈 我回来了 我在家呢 小蜜你来了 妈你在哪呢 要做昨天我们的新衣服 我喜欢穿的吧 那我帮你看一下哈 你转向我看吗 你还挺合穿的 这衣服挺合身的啊 穿起来挺实战的 真的啊 你大手眼光不错的 就是嘛 那你小蜜要没平稳 小蜜的衣服又土又彩 还没得小心 我都看不下去了 就是啊 他就是把花钱给我们买好的 专门没便宜的公穿 我也觉得他就是小气 对他自己呢 都是挺舍得花钱的 你看 都几混的人了 每天还打扮了花子 找人呢 真是个白家人家嘛 哎 就是说你怎么了 那我说错了吗 你看大嫂给妈买的衣服 即使上又漂亮 再看看你之前给妈买的那些 哎呦 真是无法比 处得掉脏 就是我 小蜜 我说你 大嫂应该回来几次 两三年回来一次啊 那就对了 两三年再回来一次 回来一次才买一件衣服 你就是在两三件 你再看看我 每个季节都给妈买衣服 一买就是好几套 你还说我小气 我买的每一套衣服都是好几倍 而且呢 我亲自带她自己去跳 跳她自己最喜欢的 我到底哪里不如她走 好了小蜜 你们就说你那季节 你有必要跟她那季节吗 妈 是我在季节吗 咱们做的呢 在江青比青 你处处整对我 处处让我跟大嫂比 一年365天 你都是跟我和小蜜住 我那是不在五百股子里照顾你 难道你还不知足吗 大嫂好几年才回来一次 你每一次生命 她都没回来看你 她难得回来一次 给你买件衣服 给你买件营养品 你就把它夸上天了 妈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我心里好受吗 大嫂是你的人心 大嫂我不是吗 你能不能一碗水断品啊 小蜜 不是这样的 也不会了 妈 我呢 也不想多说什么 我只想提醒你 一路你先进 我给你买的衣服 土地土地土地 那我就不给你买了 那你就叫你的宝贵女 给你买漂亮的 买适当的吧 小蜜 你怎么着意思啊 我等你昏了 那你钱给妈买衣服 你现在没有钱 那你就公平嘴 喂老大 喂妈 你们在家没有 在的在的 你们好久回来嘛 我太想你们了 我和大妈回来看的 咱们一起吃个饭 好好好 我过了哈 小蜜 小蜜 你下来我给你讲 妈 哪是哦 你要大哥们晚上要来吃饭 你拿一千块钱给我 我上来给你买菜 妈 买个菜 那你要到一千块钱哦 平时呢 家里面做一大多只菜 还不是三十百块钱 你哪弄小气啊 你要大哥们来你回来一次 肯定买的好菜 再买的水 好嘛 我去拿去 妈 来 给你剪 剩下呢 你自己留着用吧 这还差不多 妈 你回来了 妈 这是给你买的营养品 妈 我给你买的衣服 我给你买的衣服 啊 你们回来了 都回来了 妈 还没那么多东西哦 哎 哥 嫂子 你们过来了 快点走快点走 我去烧菜 马上就可以吃饭了 哎 小岚 你看你都快晕了 也不方便 我去厨房忙的 大妹 你休息都行啦 给小岚一过程的做 他一天没上饭 他做的饭 用了耐热 是啊大嫂 我一过程可以的 你们做一休息就可以了 妈 我 稍稍吃饭了 大佣 大妹 只要吃饭了 大妹 你们难得回来 这个是特地给你们包的五季汤 你多喝点 这个有营养 好吗 可以了吗 可以了可以了 给小岚留点 这个汤呢 特地为你们包的 小岚在家又没事干 他能够盼 不需要不营养 妈 你说这话 就不对了吧 我现在怀着硬了 我也需要不营养啊 要是不不营养 我怎么跟你生大包生子嘛 你给我别准 这个汤呢 为他们包的 再说啦 你平时喝的还烧吗 妈 我 妈 你这也太变心了吧 就算烧死他们 难得回来一次 但是小岚现在又生云了嘛 你就让他们喝一碗回中国 再说啦 嫂子他们不在家 平时是谁找过你的 还不是小岚 妈 你看 这么有大多的菜 都是小岚做的 她不辛苦吗 还有啊 你以后老了 还不是指望我跟小岚找过你 你至少一碗水要断拼吧 好啦 小潮 快走下来吃吧 小岚 你辛苦了 这碗鸡汤 你喝 你正是需要补充营养 谢谢叔叔 好 喝醋下来吃吧 两个都是一家人 很客气 跟我们走 妈 来 你先吃点 我来吃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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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来吃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